Mings的讀者 大家好 欢迎收听Mings Radio Monday is not blue 我是Per se的Sandy 今天想分享的故事 是我们近期新歌的填词人Oscar 在他自己Instagram Hashtag 翻开虚構耶治系列里面的 《复仇的村民》 亦都是因为这个童话故事 令我们开始找他填词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地方以前很和平美好 环境清幽 背山面海 清晨的阳光总在树叶之间穿梭 空气清新带着淡淡花香 倫理之间 貌似守望相助 互相尊重 大家都有讲有笑 如果不知道实际情况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里就是人间天堂 很多人甚至想搬进来 这些乡下的地方 过退休的生活 但是我就最清楚 最清楚这里的黑暗和邪恶 伏仇大计 由我遇到一名认识法术的女人 经过我们这条村那一刻 展开 当时他在村口兜售着不同的卡牌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卡 是魔法卡 我看到他的摊档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卡 他跟我说 有缘分经过见到 都是命名之中的安排 证明我需要用到这些卡 他叫我在卡牌之中抽一张 那张卡 就会赋予我魔法的力量 他说会送这张卡给我 保证会帮我做我 做我心里面最想做的事 而代价呢 就是我不可以捨弃这种魔法 不知道为什么 我被他的说话深深吸引 于是我半信半疑地 在那么多张卡里面抽了一张 我拿着一张卡 被这个女人看了一望 她对眼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芒 她叫我好好珍惜这个身份 然后就收起了她的摊档 离开了这条村 和她分别的时间 应该是大概傍晚5点至6点 那一刻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 直至到天已经全黑 我回到家 身体竟然开始起了变化 我看到自己的手手脚脚 开始生出一些啡色的毛发 然后是指甲慢慢变尖变长 然后我的头开始发热 脑里面开始浮现一些画面 是小小的时候 其他村民对我拳打脚踢的画面 我面上有一个很大的胎记 妈妈在生我的时候过了身 爸爸在我三岁那年病死了 那些村民开始叫我做灾星 大人就对我鼻子侧吉 小朋友看到我一定会欺负我 试过推我入河 试过绑着我在树上 所有这些画面 全部浮现了在我眼前 到我回一回神 我走入厕所照照镜 我看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狼 切头切尾一个狼人 然后我拿起桌面上面那张魔法 上面写着 每一晚我可以变成狼人 猎杀一个村民 于是我从那晚就开始行动 开始杀死每一个曾经欺负我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小朋友 每一个早上 我都会变回一个普通的村民 我征赞演技 扮到和其他人一样 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 直到第三个村民被杀死 村长终于召开了紧急会议 他开始召喚村里面不同的能力者 去帮忙搜寻哪一个是空手 每一个天光我们都在村民大会的会场 讨论然后推理哪一个是空手 一个人都没有怀疑过 因为我个样实在太虚弱 我只是一个吃又不够吃 污脏腊 成个黑衣仔的瘦弱村民 没人想到入夜之后 我就会变成一生肌肉 和狼一样的怪物 村里面有一个预言家 他每一天可以利用自己的心灵感应能力 去阅读一个人的记忆 但是我们的村里有几百人 他才去阅读比较健碩 和暴躁的村民 完全没有打算对我喜而心 于是早几晚 虽然对我来说他没有过犯 也没有份欺负我 但是我都逼于无奈 要杀死他 村里面也有一个女巫 他生得很漂亮 心理善良 对我来说他好像旧熟的存在 我记得小小在我快饿死的时候 他曾经给过一碗饭我吃 我对他的确带着感应的心 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杀他 除了他很好之外 也都因为大家的制愈相似 因为他是女巫 村里面的人会排斥他 虽然没有欺凌他 但是也没有接受过他 而我慢慢都想不到 我的复仇大鸡 居然反而害了他 女巫他有一支救人药水 这支药水非常神奇 是可以令人起死回生 但是这种复活的能力 就只可以用一次 在某一次的村民会议之中 他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也来了全村的村民 都对这支药水虎视眈眈 可能是因为太过怕死 也都太过怕身边的人会死 求生的欲望 令到人类丧失道德 有人冲了入女巫的家里搶劫 也都有人用女巫的家人的性命 去要挟他交出药水 也都有人捉了他 用暴力对待他 威胁他交出药水 但他始终没这样做 药水的一支 我想他也不知道应该被谁好 但我看到这村里唯一的好人 唯一我欣赏感谢的人 居然受到 像我以前被欺凌的对待 我实在有点内疚 而且看不过眼 于是昨天下午 我去了他家 我告诉他 我就是村里的狼人 他居然真问我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 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残暴不仁 每个被我杀死的人都有家人 为什么不觉得他们可怜 于是我将我的经历 告诉他 我跟女巫说 在你觉得他们可怜的同时 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们背后 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有没有了解过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有没有可怜过我 或者看回他自己 因为有这支救人的药水 要被人威胁 要被人逼迫 欺凌 难道不可怜吗 他没有回答我这些问题 只是跟我说已经很累了 需要休息一下 要给他一些时间 考虑一下合作的计划 去到今早 证明了我真的不应该给他时间考虑 在村民大会里面 他居然将所有事 都说给整村人的人知道 他说 给所有人知道 我就是狼人 早上的我 没有任何特殊能力可以抵抗 于是村民就夹手夹脚 把我抓住 然后立刻把我处决 就是这样 我死了一次 至于为什么我现在还可以在这里说话呢 因为这个女巫 用了支救人药水 将我偷偷地救醒回 我醒的时候是半夜 他跟我说 他已经查过那张魔法卡 死了之后 魔法就会消失 我不可以再成为狼人 他把命给回我 然后跟我说 他会跟我离开这条村 我跟他一起 有多远去多远 逃离这帮既可怜 又可恨的人 我说好 我收拾好所有包袱 现在和这个女巫 正式踏上重新开始的道路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希望为你的星期一 带来一些颜色 下次见 我同样 material 听门 小声 寻货 中的不美